大家好,我刚刚获得的消息 3月18号下午,一架载有4人的美国军机在挪威北部坠毁 挪威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和当地的警方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挪威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 这架MV-22B鱼鹰机,它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机 当时正参与北约的军事演习 在格林威治时间17时26分失联 这架军机原定是在格林威治时间17点降落于北极圈内的博德市 该军机正在参与北约的军事演习 行动中北约成员必须在严酷的寒冷冬季条件下 与挪威军队一起训练 挪威方面补充说 这次演习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 那格林威治时间20点17分 一架救援直升机和一架挪威军用的猎户座飞机 收到紧急信号后 搜救了该地区上空并发现了残骸 那么证实已经坠毁了 挪威的诺德兰郡的警察局局长 也告诉媒体 我们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 但我们没有看到生命的迹象 那就显示4名的机组人员已经全部遇难了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架美国飞机 飞机上有4名美国人 由于天气恶劣 救援飞机无法降落 警方和救援人员正试图通过陆地抵达现场 大家知道挪威北部北极圈的附近 大雪你想通过陆路 美军现在在北极圈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就是在回应俄罗斯的核威慑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的核导弹 最近距离是通过北极圈攻击美国本土 美国要防御俄罗斯导弹攻击 最近的距离也是在北极圈附近 所以现在美军加大了在北极圈附近的军事演习 随着乌克兰战争扩大 俄军很有可能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 在北极圈附近的美军以及俄军的争夺 我觉得会白热化 特别是俄罗斯普京向美国表示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 那么一定要在北极圈附近 美军要形成一种形状 所以在北极圈未来 美国会有更多的演习 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分享